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52根黄金的项链 还有轻易收拾 2013年8月30日 一个非常寻常的下午 在上海一家黄金珠宝公司 他们收到了一个快递包裹 但是打开包裹之后 他们却发现里边价值30万元的黄金首饰 不翼而非 现在是撒比宁时间 今天我们就到上海去看一看 非常地离奇 这么多的黄金饰品就这样不翼而非了 包装是完好无损的 怎么会造成里面的货品是空无呢 丢失的这一批黄金首饰合计59件 总共700多克 价值近30万元 是上海一家珠宝公司 准备举办首饰展销的重要货品 对于珠宝公司来说 这批商品的一个遗失 造成了一个经济上面的损失 其次对于它的一个声誉和名誉 也带来一个影响 经调查 这批首饰是通过快递从南京运来的 珠宝公司前台的工作人员说 包裹是他签收的 可他一拆开就发现 里面根本就没有黄金首饰 那个上海的珠宝店员工 进行了签收这个快递包裹以后 会不会存在 他自己有一个内道掉包的嫌疑 接手案件的是上海市公安局 黄浦分局金针支队的判长郑宇峰 让他感到棘手的是 珠宝公司报案已经是黄金失窃 一周之后了 这一个星期的时间 是由于上海和南京两地的珠宝公司 包括两地的快递乘运单位 他们在开展自查和责任的认定 最终各方的调查结果是不了了之 没有任何结果 很多物证 很多线索就有可能在这七天里面 也没掉了 尽管棘手 但有一点是郑宇峰他们 很快就能下判断 排除掉是外道的可能 不太可能就是那个 把黄金拿走了 盒子还留下 而且还是封得蛮好无损的 郑宇峰和同事们 立即调出了珠宝公司的监控录像 这是珠宝公司前台的监控录像 时间是2013年8月30日11点14分 快递员送包裹 珠宝公司签收包裹的过程一篮无虑 快递员当天一共送来了三个包裹 前台的工作人员签收后 就把包裹放在了前台的一个墙角处 然后过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等他打开包裹 发觉这个包裹里面是空的 这个过程中 他始终是在这个包裹旁边 而且就是从来没有去碰过这个包裹 监控画面显示 包裹签收后 没有其他人靠近过放包裹的地方 从工作人员打开包裹包装是可以看出 他当时很惊讶的 并且立即通知了有关人员 并不存在他打开包裹后 拿出黄金并藏意的时间和空间 从监控看来 上海珠宝分公司的签收人员应该没有问题 包裹似乎是在交到他手上之前 就已经空了 那么在这名签收人员之前 有多少人接触过这个包裹呢 如果是内道 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物流的整个流程 郑宇峰了解到 这单出问题的快递 从南京发出到上海签收 运送过程中能接触到包裹的人有四个 他中间每一个环节 经手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都有可能接触这一票快递 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他们都有作案的行为 经手人一 南京珠宝公司工作人员 南京的珠宝店 它内部的员工是不是的确把这59件放进手势 按照公司的要求的确放进了这个快递包装袋 经手人二 南京快递公司收件员谢某 经手人三 上海快递公司发件员崔某 一个上门取件 一个上门派件的快递员 对于他两处的珠宝店的一个工作的时间 是非常长的 所以他非常清楚 到这家珠宝店进行的快递的取件和派件 里面意味着是什么商品 就是货真价实的珠宝 黄金首饰 他们是很具备作案条件的 经手人四 上海珠宝公司前台工作人员 好在黄金快递包裹 从发出到接收 各个环节都有监控录像 除去上海珠宝公司前台工作人员 已经被初步排除之外 我们从头来看一看 涉案包裹在其他三个人经手的时候 都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发送包裹的南京珠宝公司的监控录像 时间是2013年8月29日16时 也就是案发的 头一天 从监控中我们可以看到 南京方面的工作人员 将一些快递包裹装和打包后 交给了上门取件的快递员 快递员则当场进行贴单 放货的时候都是在监控下的 就是保证我们货品都是放在了快递中 然后我们就是查了一下我们的系统 也都是一一入账的 从他装箱到上门取件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 而且他的动作也是非常连贯的 画面中快递员手里捧着的包裹里 有三个是要发往上海珠宝分公司的 其中的一个就是最终发现出问题的那个包裹 有三四个工作人员在那个快递员取件的时候在他一起 但是我们也问过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说就是这些包裹在南京分公司的时候 是我安好无损 这段监控画面 侦察员陈旭看了不下二十天 有着多年图像分析经验的陈旭确认 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绝对没有机会对包裹中受奖 接着快递包裹就由南京快递分公司的 快递员谢某送回快递公司 现在背着快递包走进来的人正是快递员谢某 晚上七点多也就是取件的三小时后 他带着收来的包裹回到了新街口分部 他取了大量的包裹之后离开了那个大厦 然后他还去了其他商货学商的时间 这个时间和工作记录上记载的 谢某每天回到分部的时间相差无几 甚至还提早了十分钟左右 如果他先要确定这包裹里面有没有东西 然后再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去把这些包裹拆开 然后把东西拿出来 找地方藏匿转移 这都是需要时间的 这些步骤一直犯法是完不成的 这样看来谢某没有明显的作案时间 经过一夜运转 第二天清晨 需送往上海珠宝公司的三个包裹 被分发到了上海快递公司 快递员崔某的手里 画面中的人就是快递员崔某 从他出发送货 一直到珠宝公司之间的路途 侦察员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首先在他一旦进入 他的工作的点部的那个区域里面 基本上监控是全覆盖 而且是连续的 其次他取了货 进行派送的过程中出点部 包括到那个商场 沿途的路面监控的监控视频设备 还是能把他的行踪 进行全部的记录和刻画的 中午11点14分 崔某到了珠宝公司前台 他把三个包裹和前台工作人员 进行一个交接后就走了 前台工作人员则将三个包裹 放在一个角落后继续工作 而这之后的监控录像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两个人似乎也都没有动手的机会 珠宝公司的签收的前台 包括收银台 它作为一个敏感的区域 它这里面的监控的像素是比较高的 而且是时间是没有断点 是连续的全覆盖的 监控录像中 崔某交接包裹的过程 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另外从时间上看 崔某全部派送完之后 回到快递部是中午11点半左右 整个过程不到两小时 也是比较符合他一贯的工作时间的 如果一个人偷到了黄金的话 他是第一时间是会把这些黄金藏匿起来 找个地方藏匿 找个地方转移 然后从他身上来看 我们是没有发现这个时间的差异点存在 四个最有可能出问题的经手人 都被过滤了一遍 交接的过程 全部都在监控探头的覆盖之下 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做手脚 而两名快递员 在行动路线和时间上 也没有反常之处 难道59件沉甸甸的黄金手势 是自己长腿消失的吗 一个感觉就是太理性 然后在这样全监控 监控全覆盖的环境下 作案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不可怕 有一点跳出来了 我们解决就是 但是没有一点才是最可怕的 如果这四个直接接触黄金包裹的人 没有问题 那黄金手势的丢失 就应该是在南京到上海之间的运输环节了 装着近30万元黄金手势的包裹 被谢某带回新接口分布后 直接被扫描入袋 装车后运往南京中转站 再次被扫描后 装进了发往上海的大编织袋 所有的他们收到的那个快递 都是装在大的那个包装袋里面 然后封装 然后再装装箱去快递 这中间是不太可能存在问题的 第二天凌晨 涉案包裹 随着整车货物 一起发往上海 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 每辆货车柜门上 带有条形马的一次性扎带 都完好无损 货车在运输时间上 也没有任何异常 包裹到达上海中转站后 再次经过仓库管理员分包 这个时间段对那个中转来说 是非常紧张的 就是像打仗一样 它有大批的那个包裹进来 它需要赶在时间点之前完成 经过调查 上海中转站的分包流程 也在严密监控之下 经手的工作人员 没有任何异常的行为 时间上也非常紧凑 不存在有作案的时间 早上六点 涉案包裹从上海中转站 被发往黄浦的点部 现在画面中 正在工作的是黄浦点部的管理员小陈 7点58分 他正在对当天需要进行派发的包裹进行分配 他从大包裹里整理出了珠宝公司的三个包裹 又给同事崔某进行派发 你看 这个小陈一直在分剪台前工作 他这个分剪台而且是一览无余的 他这个上面是没有任何可以遮挡的地方 可以给他动手脚的 运送涉案包裹的最后一道环节 就是由快递员崔某进行派送 因为小崔他在上海的那个占住地 租住的房屋 离公司的快递的那个点部 距离是比较远的 然后他每天差不多是十点多 才能到这个快递的那个点部进行开展工作 画面中拖着塑料筐出门的就是崔某 9点50分 崔某从点部带走所有需要派送的包裹 其中包括珠宝公司的三个包裹 接着和第一轮查看的结果一样 在监控画面中 骑着电瓶车的崔某在去派送的途中 没有任何反常举动 中午11点14分 崔某将三个包裹运到了珠宝公司前台 之后便离开了 而前台工作人员 在期间完全没有接触过包裹 直到最后发现 其中一个包裹是空的 对运输环节的调查 同样没有什么结果 所有的过程都在监控之下 同样是没有办法动手脚 而此时 珠宝公司和快递公司之间充满了火药味 30万元的货物对珠宝公司来说 不算是特别严重的损失 但两家公司多年来建议起来的信任 已经岌岌可危 我们货品都放进去了 那么我们中间都是由快递公司负责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八成应该是快递公司出了问题 这家珠宝公司地处上海市中心的南京东路步行街 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 在这条著名的步行街上消费 1998年8月29号 也就是珠宝公司一次非常重要的促销活动的前一天 上海分公司向南京分公司调拨了数量最多的一次黄金的时候 蹊跷的事情发生了 59件700多克 价值超过30万元的黄金首饰离奇蒸发了 价值近30万元的黄金首饰不翼而非 包装是完毫无所 全程监控之下 从哪里伸出了那只黑手 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太离奇了 上海警方再赴南京 是不是能够轻易把他们的协议给排除呢 一个和平时不一样的送货时间 中间至少有45分钟时间是处于空白状态 一个录像中的动作 他这三个包裹是左中右一字排开的 谢贼是他还是他 肯定是存在有一个问题的内鬼 现在是洒贝宁时间 尽请关注监控下丢失的黄金 坟庙老街摆满了各种卖旧书 和有文化意味的小物件的摊层 上海人最喜欢到这里来逃一逃 郑宇峰从小就生活在这一带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周围的事物也许会给我们 不然带来一点启示 究竟谁才是偷走黄金的内鬼 还有什么细节是被忽略的呢 肯定是有问题的 在整个的流转环节当中 肯定是存在有问题的内鬼出现 才造成了这起案件 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类案件 这起案件既没有明确的案发现场 也没有直接的物证 侦察员郑宇峰关心的 是案件中唯一的一件物品 那只本应装有59件金饰的快递包裹 除了郑宇峰之外 快递公司和珠宝公司 所有因为这件事情而乱了阵脚的人 没有一个在关心过 那只空空如影的快递包裹 根据快递公司的包装规定 以及发出包裹的南京珠宝分公司的 员工回忆说 当时这个包裹是这样包装的 最外层是快递公司使用的 一次性塑料包装 然后里边是一个纸盒 这个纸盒是珠宝公司 运送珠宝的时候反复使用的 根据上海珠宝公司 接受快递的前台回忆说 当时拿到快递的时候 这个外边的塑料包装 和里边的纸盒都是完好的 但是塑料包装在被拆下来之后 就被它随手扔到了垃圾桶里 然后发现里边的珠宝不翼而非 整个公司一片哗然 这个被随手扔进垃圾桶的塑料包装 就被保洁员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 倒进了楼层的垃圾桶里 所以现在警方看到只有这个纸盒的包装 那么在这个纸盒的包装 以及现在已经找不着了的塑料包装上 是否会留下蛛丝马迹呢 让郑宇峰头疼的是 他怎么也不肯放弃的那只塑料包装袋 偏偏在珠宝公司所在楼层的垃圾桶里 怎么也找不到 说实话来说 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这么大一个商场里面的废弃物是非常多的 流转也非常快 所以没有人会去刻意的注意一个已经被丢弃的 使用过了一个快递的包装袋 九月的上海 垃圾房里味道让人窒息 可郑宇峰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刚一进门回家习惯性的抱抱儿子 儿子就捂着鼻子逃走了 然后换洗衣服 我老婆是用那个巴斯消毒液 也浸泡了好几天 洗了好几遍 才把这个胃去掉 郑宇峰隐隐地觉得 那样一个不起眼的包装袋 很有可能对案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认为还是有盲具存在的 就像拼图一样 只有等所有的碎片统统拼上了 整个事情才算完成 在从头完整梳理了一遍之后 让郑宇峰觉得 无法彻底排除的人 只剩南京取舰快递员谢某 和上海送舰快递员崔某 侦查的盲区在哪里 调包黑手是否就在他们两人中 与此同时 陈旭在进一步查看 上海方面的监控室 发现了一个疑点 这个疑点出现在 快递员崔某在派件的时候 放大画面 减速播放可以看到 崔某在把三个包裹 交给前台的时候 有一个有意无意的动作 他这三个包裹是 左中右一致排开的 然后他把这三个包裹 垒起来交给那个 前台的服务员 就在这个时候 我注意到一个很细微的情节 他在第一个包裹 盖上去的时候 他突然往右边 把这个包裹 盖住了最右边那个 然后他就把三个包裹 一起交给了 那个前台服务员 而经前台人员证实 出问题的包裹 正是垒在最下面的那一个 按照一般的习惯 垒盒子要么是从左往右 要么是从右往左 依次垒起来 而像小崔这样的垒法 确实有点别扭 恰恰 他垒在最下面的这个盒子 就是丢失了珠宝的那一只 而且 在他垒盒子的动作当中 还有一丝的停顿和犹豫 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性呢 崔某作为在这个区域 派送了三年的快递员 对这家珠宝公司收发的包裹 了如指掌 总想着有一天 能把里面价值不菲的黄金珠宝 据为己有 但是作为运送链条上的最后一环 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又不被发现 并非一事 因为按照规定 快递员必须等收件人 当面打开包裹 验收完毕后才能离开 终于 通过三年来和珠宝公司工作人员之间 建立的默契和信任 崔某发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前台人员已经不再当面验收了 于是 这一天的派送中 他掂量出 包裹里应该又是分量不少的珠宝食品 在派送之前 他秘密地拿走了这些东西 再把包裹包好 送到珠宝公司 由于心里有鬼 他把被自己动过手脚的空包裹 累在了最下面 交给前台人员 这种假设是不是能够成立 仅仅通过一个累盒子的细微动作 就判定小崔身上有问题吗 一方面 警方开始调查了解小崔的经济状况 而另一方面 警方开始试图拼凑一个完整的 小崔当天在大厦内的派送过程 警方调查知道 崔某在公司里称得上是优秀员工 一直被分在最繁华的商业区 每个月的收入也非常可观 不过就在前不久 一向工作踏实的崔某 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小崔在派送一家快递 就是那个他区域里面的公司的 快件的时候造成了遗失 里面丢的是大量的发票 所以对方的收件公司 的确把这件事闹到了快递公司 最终快递公司也只能是 你赔了一千多块钱两时 在这件事情上 公司把责任追究到了崔某身上 按照公司规定 给崔某扣分处理 如果工作上再出披露的话 就要把他从目前最好的区域 调到相对冷门的区域 出了这样一件事以后 小崔他应该更珍惜这一份工作 在平时的业务当中对他所派发的快递 应该更有责任性看管好 否则的话 他这个饭碗有可能保不住 对他的家庭在上海来说都是比较不利的 在工作上绝不容再有任何闪失的崔某 会有什么问题吗 就在郑宇峰调查崔某的同时 侦察员陈慧青专程赶到南京 对南京方面的快递员谢某 开始了全面调查 无论是在南京珠宝公司 还是南京快递公司 从监控录像来看 谢某似乎也不可能 有监控录像下做手脚的机会 第一轮排查结束之后 我自己就在想 那个小谢在时间上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但是是不是能够轻易把他的嫌疑给排除呢 我觉得我自己也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 果然 在对南京快递员谢某 拿到装有黄金首饰的快递件后 轨迹的再次梳理中 陈慧青发现 谢某当天接的包裹数量 比平时少了四分之一 当天小谢的那个工作量 应该只有两个多小时的工作 三个小时才完成 就是中间至少有45分钟时间 是处于空白状态 45分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谢某在那多出来的45分钟时间里 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很快 陈慧青就发现 南京的快递员谢某 和南京珠宝公司的一名 姓顾的中层管理人员 似乎有着某种交情 然后我们再次询问小谢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吞吞吐吐吐的 不厌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原来谢某和顾某是发小 先后来到南京打工 多年没有联系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他们发现彼此之间 竟有着这样一层业务关系 要说起小谢的表现 在公司里 那是有口皆碑 在大家眼里 他是一个踏实本分 干活利索 守时的人 而且每个月的收入 也相当可观 经济上应该不成问题 那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谢某和珠宝公司的顾经理 是老乡 关系非同一般 可时间久了 谢某觉得和老乡的差距悬殊 便不再满足于自己的收入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里应外合 把本该发往上海的黄金 占为己有 案发当天 谢某事先从顾经理那里 得到消息 会有一个大件 发往上海分公司 这个大件是足足一斤 半的黄金饰品 他取了装黄金的包裹后 立即来到事先才好点的 就近的隐蔽处 把包裹破拆 掉包 再把黄金藏匿起来 因为事实上 谢某当天并没有太多单子要收发 因此 当他完成一系列动作后赶回分布 时间上与平时差不太多 假设只是推理的一种方向 最终认定事实 还要依靠证据 警方立刻对小谢当天在取见之后的行踪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新一轮调查有了新的发现 45分钟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还是那些监控录像 上海警方却看出了新问题 把这个包裹盖住了最优位的 不同寻常的送货路径 不可能是走回头路 不同一般的长途旅行 怀孕三个月了 硬是站着从上海站 开坐张共车 到了南京站 看上海警方如何勤贼 黄金不在他的那个住所 或者也不在他身边 可能被他藏匿或者转移了 现在是撒贝宁时间 敬请关注监控下丢失的黄金 我们对小谢当天收件之后的 轨迹做了一个详细的排查 发现他在收件当天之后 还利用着时间做了一些私人的事情 所以花的时间比平时多一点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黄金首饰是被南京方面的快递员谢某拿走了 难道会是上海方面的快递派件员崔某做的暗蒙 郑宇峰和他的同事们通过调取大楼内的监控 以及走访所有当天的收发件客户 发现崔某在大楼内上上下下的路线有些奇怪 首先他去了三楼一家商户送货 并代收货款 恰恰恰那天由于那个收件人 他的身边的现金不够 然后他让小崔等一会儿 他去底下的ATM机取款 15分钟之后他返回了 这时他发觉快递员不在了 他没办法等了几分钟 大概一段时间之后快递员返回了 他把货款交给他 这样就结束了 而接下来他的活动轨迹就更奇怪了 他首先去了商场的8楼 其次去了21楼 最终也就是最后返回了 就是案发第5楼的那个珠宝店 一般来说按照顺势来说 有可能楼层由高及低 或者由低到高 不可能是走回头路的 崔某最后去的5楼 恰恰是丢失黄金首饰的珠宝公司 他如此奇怪的送货路线 实在让人生意 我觉得小崔那天的行踪 包括路径是非常反常的 南京快递员谢某 和上海快递员崔某 这两个人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疑点 这个内鬼究竟是谁呢 在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了梳理之后 郑宇峰又把目光 回到了那个涉案包裹的盒子上 59件金饰 根据南京珠宝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总重达700多克 也就是一斤半左右 一斤半左右 在这样一个小纸盒 密度是非常高的 拿在手上来说 还是有分量能够有感觉的 空盒子 两个手指就能信手捏来了 受力程度 对就是受力程度 让我们再次来回顾整个物流环节中的几段监控录像 郑宇峰已经发现了一个足以进一步缩小嫌疑人范围的细节 在中转站的视频监控录像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女工作人员 她在进行扫描完成之后 她把这票快递放入大的包装袋的时候 这样手肘部有一个托举的动作 利用肘部和一个胸部的那个承受力量 进行了一个托举 然后再放入那个快递的大箱里面 手肘有的动作 就意味着手部是承受着一定分量的 也就是说 此时此刻 盒子里应该还是有东西的 而这个环节发生在南京收件员谢某 把包裹带回中转站之后 很明显 南京方面的快递员谢某 在把黄金包裹交出来的时候 应该还是一个原封不动的装有金饰的包裹 如果黄金首饰就是上海快递员崔某所拿 证据在哪里 那个包在快递纸盒外面的塑料袋 还是没有找到 揭开迷暗全貌的最后一块拼图 究竟在哪里呢 再一次的安下心来过滤所有的细节 然后再找出碎片与碎片 互相之间的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可能这个时候谜底就呼之欲出了 放大监控可以发现 上海点部的小陈在整理包裹时 涉案包裹的外包装袋是正常的白色 我们发现小崔交给珠宝公司前台的录像 发现他那个涉案包裹当中 上面有一套五英米的宽的黄色印记 外包装上那道浅黄色的印记究竟是什么呢 由于画面质量不高 在监控录像当中 我们不能很直观 很明确的看到这个包装袋的不同之处 所以我们只能找到这个包装袋 才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 在侦查过程中 郑玉峰以及其他同事 并没有断过寻找那个塑料包装袋 楼层垃圾桶里面我们一无所获 这就意味着包装袋已经到了 整个商场的垃圾集中处理间 当时我们的头一下子就大了 这真的是大海道间了 据统计 这栋大楼每天产生的垃圾达到一万多公斤 定期会有垃圾车前来清运 那个小小的塑料包装袋 是不是还在大厦垃圾集中处理间呢 通过长时间的努力 郑玉峰和他的同事们 终于在大厦垃圾间里 找到了那个被丢弃的 涉案包裹的外层塑料袋 那一刻我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 恰恰我们看到那个包装袋 而且是保持着开拆的第一时间的那个痕迹 面对这个一直以来苦苦寻找的包装袋 郑玉峰终于发现了这个袋子上暗藏的玄机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 这个包装袋上有两条划痕 底部一条 上方一条 经过了解 底部这条也就是上海珠宝店 前台工作人员进行开拆 验货的时候所划开的 上部这个划痕应该也就是本案的作案 嫌疑人划开之后取出内部的黄金饰品 用这个淡黄色的塑胶带进行缠绕在此的痕迹 原来快递公司的外包装袋有一个特别之处 那就是封口被封上之后 一旦拆开就无法复原 也就是因为这样 嫌疑人在拿走了黄金首饰之后 只能用胶带缠绕 遮盖这个破拆口 而如果接获人细心的话 应该可以一眼直破 这就是有人 人为的开拆 在加固的痕迹 这就是最后那个环节 也就是快递员小崔把这个快递包裹交给前台的时候 此外警方还注意到了一个疑点 那就是这个箱子的封箱带上印有珠宝公司的标志 是珠宝公司自制的 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拿到珠宝公司自制的封箱带 而且在拿走黄金之后 为什么不换一个完好的包装 而是用这个自制的封箱带 再一次把包装袋给封好 犯罪嫌疑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包裹在交到小崔手里之前 是完好的 但是在小崔把包裹派送的时候 包裹却已经被异常的打开过 小崔的嫌疑直线上升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警方围绕崔某展开了一系列的外围调查 快递公司向警方反映 在例行家访时发现 崔某的妻子不在家 崔某和妻子李某是河北石家庄人 一起在上海打工多年 平时为了多赚钱 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更别说出远门了 而崔某在前几次警方调查的时候解释说 妻子怀孕已经三个月了 案发前回老家养胎去了 我们直接去了铁股部门 根据实名制登记 我们调取了他老婆返乡的一个时间节点 恰恰相反 案发是8月30日 他老婆回乡是9月2号 这就奇怪了 妻子回老家的时间 崔某为什么要撒谎呢 难道他记错了吗 因为对于他一个快递员工来说 丢件来说是件大事是在工作上的 老婆回家回老家 对于他在生活上也是一件大事 他在时间上应该是非常记忆犹新的 他老婆到底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回乡 这一根是很明确的问题 通过调查 郑宇峰他们发现 崔某的妻子怀孕倒是确有其事 回老家养胎也合情合理 然而回家的方式有些反常 铁路方面反映的情况是 崔某的妻子坐火车回老家时 是先上车后补票 并且一直站到南京后才补了一张卧铺票 他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太仓促了 疑问非常大 为什么这样连票都没有买 先上车再补票的方式回老家 其次作为一个孕妇来说 怀孕三个月了 硬是站着从上海站 开坐张动车到了南京站 一个孕妇这么着急 明显就是一个计划外临时的一个行动 另据调查 就在九月三日 也就是崔某的妻子离开上海的第二天 有一单从上海发出 收件人为崔某妻子的快递 到达了崔某的老家 就是他们二人是常年在外打工的 这么巧人回老家了 包裹也到老家了 包裹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这非常值得怀疑 更奇怪的是 通过联系当地快递公司 侦察员了解到 崔某的妻子特地打电话到快递公司 要求快递公司 不要把东西送到家里 而是送到另一个地方 小崔的老婆 她改了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是在离她老家 十公里处的一个地方 是一块装扎地 是见面去见的 种种迹象表明 崔某和妻子有重大嫌疑 2013年10月16日 警方兵分两路 分别在河北石家庄和上海 对犯罪嫌疑人崔桂宏 及其妻子展开抓捕 一个表现不错的快递员 为什么要偷取黄金 否则的话 它这个饭碗有可能保不住 一个并不严谨的行窃设计 为什么能蒙蔽珠宝公司 用这个淡黄色的塑胶带 进行缠绕再次的痕迹 监控之下 黄金到底在哪个环节被倒走 这样手肘部 有一个托举的动作 现在又藏意何处 这么巧人回老家了 包裹也到了家了 窃贼已经落网 可还有一系列疑问需要解开 可能这个时候 谜底就胡志愚出了 现在是撒贝宁时间 真相即将揭开 终于到了可以揭开真相的时候了 拿走黄金的正式快递员崔桂宏 当时犯罪嫌疑人崔桂宏27岁 已经干快递干了六年了 那么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下 他究竟是怎么得手的 他又为什么要拿走这些黄金 10月17日晚上 案发一个半月之后 上海警方在崔桂宏老家门口的农田里 挖到了涉案的全部藏物 黄金饰品共计59件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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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案发半年以前,崔贵宏迷上了赌博,这让月入过万的他竟然债台高筑,于是他开始打起了每天送出的快递件的主意。 出于对自己所派送的这家珠宝店的熟悉程度,崔贵宏清楚地知道,在他手上派发的包裹十有八九都装有黄金珠宝。 2013年8月30日,崔贵宏接到了那个沉甸甸的包裹。 在等待三楼的客户去ATM提款的时间段里,崔贵宏在消防通道繁成了吊包的过程,只是这个吊包计着实不够完美。 因为破拆的包装带无法复原,崔贵宏也没有同样的南京快递公司的包装带,因此他只能用珠宝公司的风箱胶带来重新加封包装带。 而这本该在验货时一眼就看出来的破绽,竟然蒙蔽了前台工作人员,而案发后的不及时报案,和扔掉了外包装塑料袋,都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重重困难。 犯罪嫌疑人崔贵宏因涉嫌职务侵占,已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职务侵占它的司法解释是,公司企业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了本公司的财产和物品,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职务侵占罪。 原来,虽然被盗的黄金饰品属于珠宝公司,但在交到客户手中之前,是置于快递公司的监管和流转环节之下的。 因此,崔贵宏的行为涉嫌职务侵占,而这起案件也给快递公司敲响了警钟。 从政府,或者从行业学会这个层面,或者考虑到一个真心管理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第三个物流企业,以及从业人员,应该对它有一个信用的考核。 我谈这一次,如果被查认,我不能要坐牢,我以后的职业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这样的可能对它也是一种畏惧。 近日,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崔贵宏职务侵占罪名成立,判决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赌博确实害人,不光害了崔贵宏自己,也害了他的母亲和妻子。 但这个案子同时也给我们提了个醒,那就是在接收快递的时候,无论快递员多么熟悉, 仍然还是应该按照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的当面签收,尤其是贵重物品。 当然,出了这样的事之后,无论是珠宝公司还是快递公司,都应该及时的报案, 千万不要怕家丑外漏,而阻碍和延误了警方的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